哦,那个,头里不舒服,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猴子,一只猴子跳在银上面,跳在银上面,跳在银上面 为什么跳在这架飞机上面呢?那个飞机员,看到了,看到了,哈哈大笑 说了一个傻猫,说完以后,这个猴子就在银上,一跳就跳在飞机的翅膀上面 就跳到了这个飞机翅膀上面,跳到这个飞机翅膀上面 一跳到飞机翅膀上面,你别看那个这么一个猴子啊 那个飞机上面一跳的时候,当时就颠簸了一下,又被颠簸了一下,颠簸了一下 颠簸了一下,然后那个飞机的人还在嘲笑,还在嘲笑,还在嘲笑 那个飞机就晃了几下子,那个猴子啊,应该蹬在翅膀上的,应该蹬在翅膀上的 后来一转成就转了一个身,后来就转了一个身,然后腿啊就在飞机翅膀上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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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然后,背机好像越来越破坏了,刚才我就投音,时间我早就应该拍了,刚才投音 颠簸了几下子,飞机员,马上惊恐了,马上惊恐了 怎么说嘲笑,人家马上就自己感觉就不得劲了,感觉不得劲了,感觉不得劲了 感觉不得劲了,他一阵惊恐了,一阵惊恐了 出了跑道掉下去了,转了几下子,再起来就是哽一下子,飞机断掉了 他就在嘲笑,他就是嘲笑,说那个孙悟空是不存在的,说不存在就跳上去了 说不存在就跳上去了,说不存在就跳上去了,好,知道了,知道了,好,再起来 慢点再起来,慢点,我有话想,那些人,嘴见的人,嘲笑我的人,小心点 乘飞机的时候,你不要再嘲笑,说孙悟空存在不存在的时候 你嘲笑他不存在的话,他能够,我一直反过讲,孙悟空可以变好多猴子出来 孙悟空可以一下子,一变变成了,其实有孙悟空 然后满天飞的话,你住在这家飞机上,不要,你自己不信的,连累整飞机的人了 不要连累整飞机的人,刚才那个DHL的那个飞行员看到我的平流声器,他们还在打笑话下,两个人 在开飞机的两个人在嘲笑,一嘲笑,盒子就跳上去了 盒子就跳上去了,好,再见,就这样,再见